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这个SUB他的薪水也应该还不错吧 但是可能就因为人的贪心嘛 总是要求更多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是高薪养联是否可以可行 第二个问题 请问嘉宾我们的反弹会需要怎么样的改革 才能够好像这个香港的廉政公署 或者是新加坡的反弹局那么有效率 那么这种反弹的改革啊 我们人民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看起来这边是三个问题 我逼你先做答 我其实觉得说高薪养联能不能够养联 那个不是单一政策的一个运作 因为你对高薪养联的背后 你必须配以就是一个很严格的执法 其实高薪养联的那个背后的思维是在于说 这其实谈不谈我就是一个损利比 像新加坡的做法就是我给你很高的薪水 我也给你很丰厚的退休金 所以今天你是要看你这个力 就是说政府现在给你的这个名文上已经著名的这个力 又或者说你要去挺而走险 那么所以在一个损利比的比较就是说 我今天去吃钱 我吃了多少钱 那么因为我吃这个钱 我可能会失去这些钱 这样子做值得还是不值得 所以高薪养联我觉得说 它不单靠这个政策它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就算今天马来西亚我们把它变成 马上就把公务员全部加薪 可是你这个贪污问题是绝对不会解决的 绝对不会解决 还是会有人再继续下去 因为就像你说的 钱可能就大家是觉得你的胃口是会被养大的 的确是 今天你住的是双城牌屋之后 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换成办独立室 换成单子地你就可能想要去换成是 贪心不足 所以你高薪养联 你其实是作为说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我当然不可能也不希望我的公务员去饿 我不希望我公务员要去做两份工 我也不希望说我的公务员能够受到太多的这种诱惑 因为今天他要去负责采购的时候 如果外面存在着很多的诱惑 那么可能我们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我不是来做公务员的不是每个都是圣人 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 每个人在决定要不要挺而走卷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顺利比 这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这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奉公守法的去过活 可是如果今天我犯法 可是受惩罚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像刚刚我们讲的总计查实报告揭露了这么多个个案 90%的人可以说都是没事 只有几个只有几个人真的是我们可以用手指算的那种 就是几个人少数几个人是真的会被提供叉法庭 所以对于很多官员来讲说 这样我就值得一波 有事无恐嘛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单单也高兴那肯定没效 所以你必须配像新加坡就是很鲜明的 就是我配合的就是一个大棒在那边 我寄给你胡萝卜 可是我也有一个很大的大棒在那边 你敢越迟 那么你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 执政的那个决心到底需要多少 然后另外的两个问题呢 一个是这个反弹会要怎么去改 才能够好像香港的ICAC 然后如果在这个改革的过程里面 人民都可以办理怎么样的决策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 尤其是我们的反弹委员会 对我个人来讲最需要改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必须把从现在是对像首相问责 变成是对国会问责 因为我就觉得说现在的一个 对马来西亚来说 反弹委员会其实讲真的 名声并不是或者说他的公信力并不是很好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 尤其是在华社群体里面 我们可能都会感同身受 特别是在赵明福的北京之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对反弹委员会的一个感觉 那么大家对反弹委员会的这个不满 或者说是那种没有公信力的这种 没有公信力这种负面的影响 主要就是在于说 他觉得今天反弹委员会并不独立 并不独立 那我们其实也看得出 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偏差 例如赵明福他作为一个证人 可是他是如何的被带去 然后通宵达战的在被访问 可是虽然我们的首相 有涉及了很多这些 我们说26亿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反弹委员会不敢 也完全是没有办法把它 请去问话 那么甚至还发生了 在调查查案期间 有反弹委员会的官员被调职 虽然后来经过了一些挣扎 又被调回来 所以可见你看得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会对这个反弹委员会 是不是独立 然后他不独立 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么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去摆脱 就是反弹会是向首相负责 或者说有一个首相在那边高高在上 那时时刻刻是可以动摇到 这个反弹委员会自己的专业性和独立性的话 那么我觉得在很多案子查起来 今天查的是官员 那么可能跟首相并不会有直接的 一个利益冲突还是什么 那么可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讲 公正的一个彻查 可是如果今天调查的是一些政治人物 牵涉到政治人物 尤其是来自同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 那这种情况之下 人民会有没有信心 甚至反弹会的官员会不会对自己有信心 就觉得自己的调查 是能够在一种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去完成的 的确是 连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没有信心 对 因为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一足甘打翻一场人 那么个人当然我在 莫可否认他们也很努力地在查案 赵明夫的事件之后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是很针对几个当时涉及到 盘问明夫的那些官员 可是我相信 其实在26亿这些案子的时候 我其实也 我必须说我也看到了 反弹委员会里面的一些官员 展现了他们那个专业 那么也展现了让我觉得是 我们是可以对他寄以信心 可是这个是当然就是说 有官员想做事 可是可能会担心受到权力的这个压迫 那么也可能当中是一些 暴政那种形态就是 我不需要去作为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执法者 可是我只要能够去捧对的人的大腿 那么我可能就可以继续升官发财 所以就会有这种不同的思维在里面 那么你就会绝对会很影响到整个反弹委员会的这个操作 谢谢 在我们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们听一下Dansree 因为下一个问题是蛮考验人性的问题 对 我们的观众朋友Milo Gosson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的了 Dansree 你对这个高兴养连 其实刚才那两道问题 或者三道问题 那我倒是觉得 第一呢 你说高兴养连 高兴养连并不是绝对的 当然 不是绝对 我说低兴养瘫 几乎好像这样的个案 比比皆是 在不同的国家都有 我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高兴养连 我同意刚才念军所说的就是 最主要 你不能够只是单独的高兴养连 必须得要有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的是 严峻的刑法 严峻的刑法在于 你政治的决心 同时更重要的就是 你高兴养连的同时 配上这个刑法 刑法不能够因人而异 千万不能够又再掉落 东方人官场常犯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毛病 就是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那个刑法 一般上是选择性的 所以说这个官位 做得越高的 未尊权重的 一般上可能他不会受调查 他是好像可以有某种免控权的 这个免死金牌的 我觉得这个是难以负重的 在今天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要不得的 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有提到到底 那么这个反弹会 要怎么改革 应该讲改革 最主要是他权限问题 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的朝野很多人都会认同 那怕是一些可能不变表态的 那么也会认同的 真正你要做到 所谓说这个反弹的工作呢 不会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 因时而异 那么 所谓说这个 王子和庶民的同罪 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你就必须得要呢 让这个反弹会呢 是向国会负责 对 国会负责 而他的委任呢 更不能够由 所谓多数党的党魁 也就是首相 这个执政党来委任 不能是一个政治委任 对 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得要的 我们必须要 真正的痛定思痛要做的 我们时常说香港的如何如何 这个联系 新加坡的又如何 那我们本身呢 最主要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呢 这个所谓说 这个关键你打不破的话 你不能够解开这个 这个结的话呢 我们到 哪怕是到下一个世界 我相信还是在讨论 同样的问题 那么人民方面呢 这个我要回答 人民方面我觉得是 人民方面呢 绝对不是 所谓说 袖手旁观的一群 不是被动的 我觉得 人民的举报 现在很多人都说了 举报者本身 吹哨子者 Whistleblower 或者是我们讲举报者 举报者本身呢 就必须得要 真正受到充分的保护 这个并不是只是靠呢 我们立法 有这么一道这个法令 已经有了 这个保护 所谓吹哨者 或者是保护这个举报人的 这样的一个法令 你光是有法令呢 但是如果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够扶众的话 你不能够扶众的话 而每每呢 每次呢 你看到那个个案就是 谁举报 可能遭殃的是那个举报的人 而受举报的人呢 坦白说 如果是当官的 甚至是升官发财 这样子呢 这个是没有公理的 你没有公理的 这种情况 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谁会扶你 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们必须要从 基本的人性 来探讨这个问题 的确是啦 那种人举报了过后 自己反而 惹了周生怡 对啊 结果呢 是被举报的人 反而是 升官发财 对啊 搞不好 私底下还有很多人 去跟他讨教 对 你要怎么 你是怎么贪污 然后怎么可以逃过 这一些 其实这些都是很 其实 我觉得谈改革的时候 他这个改革 他其实也不可能 或者说 只牵涉到反逃委员会 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 反逃委员会 在跟我们 做汇报 或者说私底下 其实他也是有接触过 双方的国会员 因为他也希望说 能够通过我们 来去带动一些改革 是能够去强化 他们的institution 使他们的整个体制 能够变得更完整的 其实也跟我们 透露过的一些无奈 就包括说 他们完成了一些 调查报告 那么当中 当然是可能涉及到 一些比较 high profile的人物 那么这些人呢 可是当他们 完成了他们的报告 当他们去提呈上去 去给AG的时候 总检察师 对了 总检察师 就会觉得说 OK这个case 我们不打算起诉 我感同申诉 所以如果那个改革 他就算今天 我们把反逃委员会 变成是对国会负责 可是如果 我们没有在 以此同时 像对总检察师 那个部分 那个板块 去做一些改变的话 那么其实 对于那些认真做事的 反逃委会官员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 就是在浇冷水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 一个报告 那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不能够就是让 在上位的这些高高的 大官们 有一个所谓的光环 在保护着他们 我们反而有另外一句话 中国的成语 叫杀 就是杀一井百 你杀的那个官 你杀的那个官越大 越出名 那个起到的正式作用更大 对 那个正式作用更大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是满怀期待的 完成这份报告 然后撒民上去 然后就要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 我也觉得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其实也很可能 这个郡杰 其实刚才我说漏了一句 就是其实呢 这个反贪污委员会呢 其实他不应该是 所谓隶属于执政党 或者是政府底下的 某一个部门 必须是完全独立的 他必须要独立的 还有一点呢 必须得要有独立的 这个检控权力 对 他本身必须有检控能力 这个权力 而不是呢 你把这个东西好了 你查好了之后呢 你交给AG 交给这个总检察师 那么他只是这么一句话说 这个我不准备检控 那就没戏了 就没戏了 对 就好像这个反贪会看起来 就是乌鸦老虎了 或者是一个纸板的老虎了 然后问题是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我们就算是在国会问 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就是我曾经问过就是说 到底有多少这个 所谓的格达下沙旦 有反贪会提呈上去给AG 总检察署之后 那么多少是他们建议提控 可是后来AG打回 比如我们要问这样子的资料 他不会回答的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背后 有多么大的一个黑幕在那边 对啊 对啊 不过YB也还是坚持的 这样子问下去 其实总是要去踹啦 对的确实 同样一个问题 你可能问十次 第十次会稍微得到 一点点不一样的答案 是这样的 真的 他碰的丁子和我碰过的差不多一样 我那时候已经是这个执政党的 互助议员 是 已经不当部长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做部长 只会问的那些 是 他们会很小心的保护指讯 越来越 的确是